一般的公式,就是你點一選,只要點一選儲存,可是上方都會出現這個公式,就是我剛剛做的動作 那這裡如果說我今天,我不希望說我這些做法,我被人家知道的話,上面,這個上面的公式呢 我希望點這裡的時候,比如說我點這個品名規格好了,裡面不要顯示任何的公式在上面 這樣的話,等於就是我的智慧財產權,這是我的know how的,不要讓人家知道 那如果說你要把公式隱藏起來,該怎麼做呢? 基本上第一個,先把保護先取消掉,取消掉,把密碼輸入上去,按個確定 那確定之後的話,接下來我們要保護的公式,比如說有這一個,這一個,這一個 可能這幾個,然後還有這一個好了 假設你要保護的部分的話,請注意就是你用Ctrl鍵把它選取起來 比如說這一些,然後這個範圍,這個範圍,這個範圍,這個範圍 然後這裡好了,然後大概是這幾個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那個公式,按右鍵 選完之後按右鍵,儲存的格式點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,這邊有個保護對不對 那剛剛講的那個保護,如果說你是鎖定,主要是鎖定就裡面的資料,能不能被修改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把那個公式隱藏起來,特別注意喔 你要隱藏的話,請把剛剛選取這幾個呢,把隱藏的部分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,那剛剛選取的這個範圍,就會把公式給隱藏起來 以後的話呢,就看不到那個公式部分按確定,OK 確定之後呢,再做一次保護,保護工作表,一樣的話